廣州塔 口吻城 APN線 The next station is The next station is 2014年音樂台之後413之後嘛 之前的話都不認識他們 而且我在之前從來沒有追過新的 然後我也覺得不會追星 可是的話 然後就無意間看到那個視頻 然後我就去收了他們嘛 真的是我覺得一收啊 那個坑就掉進去吃不來了 最開始的話是喜歡他的爺嘛 又作為一個盈控 然後後來就又聽了歌 然後又覺得他唱歌真的太好聽了 就喜歡他的聲音 我最早的時候是看那個總小姐的時候 然後當時就覺得這個小孩子好可愛 然後當時就喜歡上了他 然後後面也算是入坑比較早的吧 其實我一直都挺喜歡他的 但是之前從來沒有來過現場 今天是第一次來 然後好多人感覺大家都好興奮好激動的樣子 然後是否很願意 在這1 4 年的時候聽到他的翻唱入坑的 在1 4 年的時候聽到他的翻唱入坑的 然後喜歡上了他我覺得他聲音很特別 我是一次連5 2 年的時候快本 翻翻五如坑的了 但是1 5年4月份左右的時候 然後就翻唱了臉歌 一年 几个月吧 一年多吧 每天觉得归宁 我是去年这个时候入坑了 两年多了吧 两年 差不多三年了 一年多了 一年多 我两年了 我入坑才几个月 是去年 于是年的八月份 12号入坑 所以在空间看到她那个洋葱的视频 她那好可爱好帅 然后就 然后我是去年 就是全年加速中录制的时候嘛 然后就他们走在路上 然后她就转身 对那姐笑了一下 就是那一下 然后就突然很心动 然后就开始关注她 关注各种关注 然后就现在就很喜欢很喜欢 就是这样 就现在 我是在他们出道的时候 我是在他们过快本之后 快本 我是从那个洋葱开始乳盆的 然后我喜欢她很久 三年了差不多 我最感动的事情就 我们做什么 她知道 她懂 她看在心里 然后呢 她爱自己 最感动的还是盛热惠的那个 因为遇见你的现场那首歌的出现 很感谢他们为我们写的这首歌 虽然说 虽然说她不会红粉丝 但我们也懂她 她也懂我们 对 周年青年的时候她念那个信 我也是哭了的 可是我觉得最感动 最出动我的就是 14年的时候 七场嘛 那时候第一次有她的姻缘 然后她看到姻缘以后 那个表情 我就觉得 以后只要我能来看她 我一定要给她姻缘 我一定要让她看到我 在举她的灯塔 两周年的时候 不是有很多 很多妹子不是 出了那个事情吗 然后当时袁哥说 分会场的朋友也看到你们 当时我真的好感动 然后她还说 我很爱我自己 很爱粉丝的时候 我也觉得好感动 她知道我们都很关心她 然后她也知道 好好照顾自己 就是为粉丝写了歌 然后还有两周年的时候 说那一句 分会场的朋友们也看到你们了 我很喜欢 袁袁就是在日记里面写了很多 小小的细节 然后都会让我很感动 觉得她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孩子 特别 就特别特别印象深刻 就是 就是在那个 就是小台子上 然后拍拍手 然后跟你比心 那时候我 现在算是 算是入坑吧 就是第一次 就是真的就觉得 就是 特别特别喜欢的那个 但后来实在是有太多了 就像她现在只要是一唱 一唱就是 因为遇见你 或者是一说 就是我爱你们 我就会有一种 就像那种被喜欢的感觉 这样吗 就哭得不行 就给你们解释不了 为什么会哭 就是喜欢 就是这种感觉 我是 就是在生日会上的时候 就是在没告诉所有人的情况下 她就把因为遇见你 就是 她自己一个人弹琴 还没有伴奏的情况下 唱给大家 特别特别感动 因为遇见你 一切就注定 和你一起牵手 往前进 每天值得回忆 最美的时光 有你相依 我心情无法言喻 和某天我将试试你 世界灰暗不再旋律 是否还有人愿意倾听 我心中的小秘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她眼睛特别亮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 我特别喜欢她的眼睛 主要看脸长得帅 就是她很坚持 就是她说过她要做什么事 她最后都把它完成 另外就是她真的很帅 不要对她自己的颜值有什么误解 就长得很帅啊 就特别帅 第一次眼狗入坑嘛 都是这样的 往后的话就是 又觉得很有才华 就感觉她各方面都特别好 我也是因为颜值入坑的 然后后来就是发现她的性格 还有她的才华都很稀粉 肯定是又可爱又帅 毕竟我是一个颜狗 最开始是帅吧 然后后来就觉得 真的是一个很有才 而且是一个很软心的小爱豆 然后就就是此于颜值 然后终于联名吧 就是不服输吧 然后就是那种不管做什么事情 她不会跟你说坑话的 就是我说到一定会做到 我觉得虽然她比我小很多 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因为像她之后生活更加积极了 然后也工作更积极了 觉得更乐观 遇到困难也会去努力去客户她 大概就是更努力赚钱了 不然就怕以后见不到演歌了怎么搞 路背都没有 我上周不是看了北京唱吗 然后我觉得她弹天黑非常好听 然后其实我已经不弹钢琴 大概五年了 然后之后就是因为她听了 所以我就又是弹了一下 然后我爸爸也觉得非常的精彩 就是高三的时候 就有的时候很想放弃 然后就听她的歌 然后就 然后就 就会坚持下去 永远给我的最大的感动就是 最开始的时候是为了看男子 为了看他们每天都 很做放假的时候的坚持 然后让我一直都很努力的向前 觉得她给了我很多力量 这个改变真的是太大了 以前我是真的是 不会就是因为喜欢一个人 坐三个小时的高梯 然后坐四个小时的飞机 然后再坐地铁 一点点走过来 从来没这么喜欢过一个人 真的是 我觉得我最大的改变就是 就是她我觉得 从她身上我觉得快乐特别的简单 就是她有时候特别孩子气 但是有时候特别有那种 就是小男子汉的责任心 然后我就觉得一个15岁的孩子 可以做成这样 我就比她大 那么三四岁 所以我觉得她更应该努力吧 以前我从来就是不喜欢笑的 然后圆圆不是很喜欢笑嘛 而且笑起来真的就是很暖很暖 就是暖到你心里面去的 然后就是后来我就开始就慢慢笑嘛 就对别人笑 然后这真的就是影响我一生的一生的东西 就是圆圆的话就是一个 很智能那样亮的那种boy 就是之前是从学习 现在要到工作嘛 每次就是特别 就是会沮丧的时候 就会看一下她 就会觉得 她都能坚持下来 为什么不可以 我要跟她一起成绩这样 因为我跟她一样也是初三 然后我就觉得 她作为一个那么忙的一个idol 也能考 也那么努力 我觉得 我们这样一个普通 为什么 凭什么去不努力呢 她比我们优秀的人都在努力 一句话不是这样讲的吗 喜欢像一个优秀的人 可以让自己变得更优秀吗 谢谢 青春时刻 变变着这种东西 拥有着后知后觉的美丽 几个人谢谢你给我勇气 让我做回我自己 也许当时就微笑哭泣 望着吹出天空中的阳性 任意所有人的黄金 是谁风雨 一直陌我 守护在人体 原来你是我最想标注的幸运 原来我们和爱情 曾经好弹和合情 那为我对方世界的决定 那陪我赢的雨 一幕都是你 一幕都是你 一场路让的真 幸运 你相遇 好幸运 而我也失去为你 我爱情 也会有漫面 同学和异 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 你张开的双印 日记你的注定 它会有多幸 然后有一句很重要的 我爱你 告诉你们 我爱你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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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大家会说我 很严 或者很甜 或者是怎样 这都是我的一个样子 就希望你们能看到全面的我 然后 还有一句话要跟你们说 有些事情 我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非常地谢谢你 我爱你 我只要出发 就是 她三周年 每次你说的 就是不管她是甜还是咸 我们都永远喜欢她 就是这个 中文所说的 为爱王源 不知道 多发自财 首先还是要说 就是三周年快乐 但是我最希望就是 好好长大 就希望她一直可以 不忘记自己的梦想 然后一直可以好好唱歌 好好长大 然后我也希望 三周年的王源 可以越来越好 然后 我们也会一直支持她 然后希望她快快长大 然后 更加的 优秀 我就想说 圆圆加油 就是 我们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然后 就是 就像 反正就是 加油 就是一直陪在你身边 就是 就是 好休息 好学习 好照顾自己 累的时候 就休息一下 很爱很爱你 因为 遇见你一切都注定 就是你会更好 然后我们陪着你 你不会孤单 你还有我们 嗯 就是呢 永远爱你 就这样 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我们都支持你 嗯 就是希望你越来越好吧 嗯 坚持你自己的梦想 坚持你的初心 就是 坚持做自己吧 颜哥希望你好好吃饭 好好长大 妈妈爱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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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